成年到了新美市系值的中正社区的绿色廊道 现在棚架上开满了紫藤花 也免了150公尺 一串串的紫色花朵 玩如浪漫的紫色隧道 里长就表示了现在还会陆续的盛开 未来这一个月都会这么的美 想要先程到这个紫藤花 不用搭游览车到外地 只要就近欣赏在新美市的里门里 所以欢迎大家有空就可以到里门里 一起来欣赏这个美丽的花海 一串串紫色花朵挂在藤架上真的好美 中正社区绿色廊道进去 沿途有不同的植物生态 这几年也持续种花绿美化 原本上头爬满了百香果井平藤 不过现在更热闹 几年前种下的紫藤花 不但已经成功的爬上铁架 现在还垂下来 看过去就好像紫色水稻 因为一般看紫藤 就在岛到游林荣山去看 我一方面新北市也有 这浅水也有 但是都要闻票 我们是说从不可以抓人 还可以美观 有人要看紫藤就不用 走到较轻的紫藤去看 我不用问票 现在整个拱形铁架垂掉满满的绿意 走在步道上看过去还是相当的舒服 现在紫藤正在盛开中 紫色花朵继续绽放 这一开绵延150公尺 居民也经常来散步 看着一串串的紫色花朵 我只说好美也忍不住拍照留念 紫藤花非常漂亮 不过再过两三天就会更漂亮 所以刚盛开就对了 对对对 我这样的车到游就开梅飞 梅飞水沙 我里的历史能够有炮葬花 我们个人会认识 那时候都开花朵花 炮葬花现在开耳朵 我开紫藤 紫藤可能能够开到几个月 一些花瓣 很多 一日里有很多花瓣 放在车 都可以跟土壳 土壳 全土壳都紫色 看起来也是很好 一年四季 绿色狼稻豆 不同的花可以欣赏 现在是紫藤花开的季节 也邀请大家来赏华 嘉诚慧玲 细子采访报道